iPhone15全系列登到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换14系列的话 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坐等一波15系列了 因为机身终于没有那么个手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说iPhone15四个系列机身变得更加圆润了 通底来说是圆润与直角边的结合体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设计语言的 很有iPod的感觉 不论是看起来还是拿在手上都很有高级感 充电接口按键形态都有所变化 Pro系列的振动键变得让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充电接口你们也可以猜测一下 整体机身比现款的14系列小了一毫米 但是屏幕边框变得更窄了 显示面积也大了一丢丢 所以你们猜测一下我的梦到底准不准确 大家可以坐点一下9月份打我脸